最近,中国女排正在备战亚运和奥运资格赛的比赛。 在这一次备战期间,中国女排以及朱婷她们都接连传来最新消息,和各位球迷来详细了解一下。 首先第一个消息,分享一下朱婷刘洋报道倒计时的情况。 最近朱婷接连缺席中国女排的集训,反倒出现在香港进行检查,很多球迷都非常关注朱婷到底什么时候回归中国女排报道。 因为她之前曾经允诺要帮助中国女排再打两届奥运会,为此肯定需要提前回归球队进行合练,才可以更好的状态打好后续的比赛。 但就在最近,斯坎迪奇女排却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。 日前有球迷在斯坎迪奇官方账号评论区留言,询问朱婷什么时候回归球队。 他们俱乐部却在评论区明确表示,朱婷回归一甲联赛,回归斯坎迪奇俱乐部已经开启倒计时,这意味着朱婷很快就会再度去到意大利打商业联赛,回归中国女排恐怕还得再等待一段时间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对于一直等待的球迷来说,或许会有些失望了。 当然,作为中国女排的一姐,朱婷不管做什么,肯定都会有她的考虑,并不只是为那份工资和合同而已。 其实朱婷还是希望在国外以赛带恋,同时进行大量的训练和康复,争取将来可以有更好的身体素质,回归中国女排。 希望球迷不要再攻击以及辱骂她了。 第二个消息分享一下中国女排遭到丑化的情况。 最近中国女排在U21世锦赛打败意大利夺得冠军,而在此前半决赛中,中国女排和巴西女排在比赛过程中曾发生争议一幕。 当时由于巴西女排的球员挑衅中国女排,后续我们的队员在进攻得分之后,就朝对方怒吼了一声,予以回击。 没有想到,国际排联却单独把中国队怒吼的视频截取,发到他们的官方账号上面,进而引发巨大的争议。 后续经过看比赛的球迷以及媒体人才发现,原来是巴西女排的队员不尊重我们在先,中国女排才会予以还击。 然而国际排联根本没有针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正和说明。 不少媒体人都认为,这样的做法是在丑化中国女排的形象,希望中国排协及时申诉抗议。 我们也希望国际排联可以发声道歉,还中国女排一个公道。 最后的消息,分享一下蔡斌着急紧张的情况。 由于朱婷缺席,加上接下来的比赛比较紧张,面对的对手又比较强大,中国女排的任务非常重大。 对于蔡斌来说,这段时间估计压力是非常大的。 首先,亚运会要确保拿到冠军,另外一方面,奥运资格赛又要确保拿到小组前两名才可以直通奥运会,蔡斌这个主教练的压力可想而知。 一旦在任何一场比赛遭遇失利,丢掉荣誉或者冠军,她很有可能会面临着下课的危机。 希望蔡斌加油,希望中国女排全体的队员都要好好努力取得佳绩。